我想强调的是 首先中国的这个无人飞艇是民用性质 完全是因为不可抗力 误入了美国的领空 这是个意外事件 没有对美方的人员和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对于这一类的事件 美方本来应当以冷静专业非武力的方式妥善处理 但是美方执意动用武力 明显是反应过度 这个气球不是美国的 中国政府将继续坚决维护自身的正当合法权益